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第六章 所谓的Semirnance的Beam Theory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六章呢 其实也可以当做用解析的方法 来解弹性力学的例题 这边也会跟这个介绍 我们前面讲过的 所谓的Semi-Inverse Method 那我们这边讲的Beam Theory 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量 然后分别考虑跟各位解出来 它所受到的轴向力 弯曲力矩 扭力矩跟Share Force 那我们这找出来的几乎是 所谓的精准答案 然后跟你们在材料理学上 所学到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是 我们这个量不见得 截面积不见得 一定要用非常规则的解合形状 我们待会介绍 那我们为什么说是叫 SemirnanceBeam Theory 因为我们这个解答案 主要会依据这个Semirnance的Principle 我们等下在第一小节都会跟各位说 所以第一小节我们会跟各位解释 我们真正现在解的问题是什么形式 然后第二小节就是 假定这个量说的是轴向力 第三小节是万曲力矩 第四小节是柳力矩 第五小节是Share Force 然后第二小节的答案最单纯 跟你们材料理学一模一样 第三小节有点差异 第四第五小节就差很大 好 我们先来谈 我们现在所要谈的问题是 第一点 重点是 目标是一个Right Cilinder Right Cilinder指的就是我这个截面 这个柱子不是圆柱 没有规定是圆柱 它的截面跟我的轴一定是垂直 这就是Right Cilinder 每一个截面形状都一样 但是截面的形状并没有说一定要多规则 任何形状都可以 只是截面一定跟我的轴线垂直 而且我每一个截面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目标是Right Cilinder 第二点材料就是Homogeneous and Exotropical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Body Force等于零 忽略Body Force 物体的重量 我们假设它太小 不考虑 第四个 我的外力只施加在两端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 不是轴向力就是Body Moment 或者Share Force Talk 我轴向力 我的外力只有在两端 侧面一定是Free Surface 这个就是题目 我再讲一讲一次 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 是一个梁 这个梁是一个Right Cilinder 是一个正的 我们虽然用的是Cilinder 但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圆柱 是一个Right Cilinder 一个柱子 截面积跟我轴线垂直 材料是Homogeneous and Exotropical Holio Body Force 只能在两端受力 侧面受力是0 然后我们跟各位 先define一个坐标系统 假设我们的Origin 左边的我们叫面积 我们叫R sub O 距离是D 右边的面积 我们就叫截面积 我们叫R sub D 侧面叫L 所以它总共只有三个边界 R sub O R sub D 跟L D是它的长度 我们把圆点定在左边的重心 深处所在 不见得一定要定在重心 有的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看 有的答案 它是不是跟圆点无关 可是有的答案 一定要在圆点在重心 才会得到比较漂亮的答案 我们现在不管暂时把这个是定在重心 这个是X属力轴 所以X1朝下 X2朝里面 X1朝下 X2朝里面 然后这是X属力轴 这是我们的坐标系统 那一般来讲 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 它是属于一个traction problem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物体 它要满足我们的平衡方程式 这是典型的traction problem 满足我们的平衡方程式 跟我们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然后边界条件就是在L上面 sigma ni等于0 然后在两端 我们有sigma 31 sigma 32 sigma 33 可是实际上 除了某些特殊case 这个问题不见得好解 我只举个例 假设我现在这边是一个梁 它两端的受力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要谈的题目 中间不受力 两端只有硬力 sigma 33 等一个constant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它不是作用在前方 它只作用在一半 所以代表什么 这边都是free surface 因此 这个地方你们都知道 会有硬力集中的问题 会有singularity 首先第一点 如果我们要描述 这个边界条件 要用到singularity function 因为它不是连续函数 所以你光是要解那个 偏微温方程是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一个哉可以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相当困难 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问题 基本上一般的问题 像这种梁 如果你给的周围的纯粹 就是给你一个硬力分布 非常难解 因此 7th Nance 他说我们把这个边界条件 改一改 我们把这个边界条件 改一改 我不用硬力来描述 我只要用外力跟力矩来描述 也就等于说 森本浪的意思说是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个边界 所受到的因力分布多少 你只告诉我在边界上 这些因力所产生的合力是多少 所以呢 有F1 F2F3 M1M2F3 像对森本浪的意思就说 假定这边的分布是2分之F 这边的距离是2分之低 这边距离是2分之低 抱歉 这边是2倍的F 那我的合力量 你就告诉我 我就当做我要解的问题是这个 你只要告诉我 这边的总共的合力是F就好 然后那个力矩等于0 因为这平衡的 森本浪一说 你只要告诉我这个 那我所解采的答案 我解采还是因力啊 我利率满足下面这个方程式就好 你看Sigma31对面积的积分 等于F1 Sigma32对面积的积分等于F2 Sigma33对面积的积分等于F3 然后下面是力矩 这个力矩 这个式子 基本上就从这边 式上 它是从这边来的 就从这个式子来 也就等于说 森本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解问题 我不要让我的边界条件 真正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像这个题目的边界条件 就很难设 我们讲了 要用Signality Function 我先把这个 转换成为这种形式 就算它的合力 然后我只要要求 我算出来的硬力 满足 这个结果就好 然后再讲 这个Bending Moment 就是我们讲的 R x F出来的 就是R x F出来的 这种边界条件 就叫做 Relax 7 Nuts 帮助的Condition 我再强调 7 Nuts 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去解一个 有特殊硬力 分布形式的问题 我只要解出 我所解出来的硬力 它的合力 或合成的例句 满足 真正题目要的例句就好 也就是 再讲清楚一点就是 如果人家真的要 理解这个问题 他先把这个 换成这个 然后只要解采了答案 解采这个 满足这个条件 他认为 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 你解采的答案 真正在这边的 硬力分布 跟这个不见得一样 可他认为 我就解决了 在我们继续讲一下 我们先提醒各位 因为在实际工程上 7 Nuts的观念是有意义的 因为在实际工程上 我们通常都会讲说 这边有一个梁 它承受力量是多少 题目很少 工程上会很少告诉你说 有一个梁 它的两端硬力分布是多少 你来给我解 题目都说有一个梁 它两端承受是什么外力 或什么例句 你告诉我中间的印度 吩咐是什么 也就等于说 7 Nuts的观念比较实际 因为真正的工程上 给的就是这个 很少给这个 下面给各位回顾 你们会更明白 你们当财务力学 有学到过的 7 Nuts Principle 因为当7 Nuts 提出说 我们用这种帮助 组织的时候 本来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 依照我们讲的 实际工程上 给的是这个 这题更难解 为什么 这个边界的印度条件 你们仔细想想看 这都是离 这边有一个极大值 因为它印度极重 这个边界条件 比这个还可怕 真正的印度边界条件 比这个还可怕 所以你要轻易地找到 我的印度分布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是很难得到的 这个答案是很难得到的 那7 Nuts的 Principal意思 指的就是什么 如果 我们直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也是 抱歉 我这边其实不应该用F 这边的是硬力 不是力量 你们记得现在这我讲的F 这个是F 我们这边 改一下好了 这会更合理 这样子 圣元意思就是 你们仔细看 我现在同一个物体 三种不同的受力方式 但是呢 它边界所受到的力量 不管是这个也好 这也好 它的Sumption Force 是一样的 都是等于 P乘以D 它的合成的力矩 也是一样 都是零 那 Savon Line Principle就说 如果有一个受力钢体 在两端 承受到不同的受力状况 但是呢 这些外力 它们的Sumption Force 跟Sumption Moment 都是一样的话 那他就说 在离开这个私利点 一段距离 的地方 这三块 印尼分布都是一样 当然在靠近边界的地方 一定不一样 因为靠近边界的地方 真的印尼就是这样子 可是Savon Line Principle就说 离开我这个受力点 一段距离的地方 它的印尼分布都是一样 而这段距离是多少 没有一定 反正越远 答案会越接近 一般来讲 大概是这边的这个尺寸 这个低的一两倍 离开这个低的一两倍的地方 我的印尼分布就会接近 Savon Line Principle到现在 没有人能证明这个原理 所以我们叫Principle 是个原理 跟牛顿定律一样 没得证明的 可是你们可以用 有限人数法去验证 你们会发现 就讲了 你只要给的是固定的 几何形状 如果你周围给的外力 不一样 但是他们是 合成力跟合成力举 都一样的话 那他们在离开边界的中间 它的印尼分布 就会非常接近 那这个Savon Line的Principle 就是帮他问题解套 他的意思就是 我如果要解的是 这个题目或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或这个题目 那万一我找到一个答案 在边界的印尼分布 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说 这一题的答案 也就是这两题的答案 那就是Savon Line的意思 所以真正的说起来 就是这样子 本来我们可能人家 要你解的是这一题 可是呢 我的Relax的边界条件 就变成了这个 而因为这个的 Sigma 33 DA就等于它 所以我就算解出来的 印尼分布是这个样子 跟人家差很大 我也说 这个的答案 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也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也就是说 依照Savon Line的Principle 你不要管 这边真正的分布是什么 只要这边的 只要你解除 只要就真正的印尼分布 是什么 你不要管 只要这边合成的 依照我们前面的这个公式 就是人家真的 给你印尼分布 你可以依照这个公式 找出它最后 合成的利 跟利据是什么 那如果说 你解除了答案的印尼厂 再套到这个公式也满足 这就是边界条件了 你要解除也是这个 那就说你得到答案 虽然你得到了答案 我们等一下讲的 我可能得到的是这个答案 那虽然人家题目是这个 我也说这个答案 适应这个答案 或者反过来说 我原来我得到的答案 在周围的印尼分布 是这个样子 我也说这题的答案 也是等于这一题的答案 就互相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所谓的 身份量是principle 那它的最大的好处 是帮助我们 可以把题目给解出来 否则的话 像这一类很难解 尤其是真正 业界给的就是这种题目 可是这边的印尼分布 非常诡异 这边是印尼集中特大 周围都等于零 这种真的不好解 当然如果依照这个讲法的话 每一个题目的答案 好像都不是唯一 什么意思 如果这是我解出来的答案 那我说这个答案 是这题答案 也是这题的答案 那如果我解出来一个答案 的编辑条件 最后形式是像这个样子 我说它也是这题答案 也是这题答案 所以因此依照这个概念来讲 每一题的答案 它都不是唯一 那你们说 这不是跟 uniqueness theory 违背 并没有违背 因为我们这个 所谓的不是唯一 是因为我们忽略掉 边界条件的差异 你当你把边界条件 的差异摆进去 它还是唯一的 所以我们是在强调一下 所以我们真正最后解出 解问题 一句声闻那原理 就说我根本不管实际的边界条件 是什么样子 我只要 我解出来的应力场 满足这个条件就好 我来讲调 7th of Principal 一直就说 你只要解出来的 应力场 满足这个边界条件就够 至于这个实际的 应力分布是怎么样 不重要 实际的应力分布是怎么样 不重要 因为不管怎么说 只要离开边界一部分 它的答案都适用 那你真正做事的时候 如果这边有一个单独的 医力量 会有医力集中 我们这边一定会补强 佛罗达很容易坏的 所以它不是问题 那依照这个来讲 所以我们就介绍 依照7th of Nas的原理 跟它的Related 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给各位介绍四种问题 第一个 轴向力 6.2节 第二个 Bending Moment 6.3节 第三个 扭力距 第四个 Share Force 你们会说 这不是财药力学上都学过 各位回顾一下 在财药力学 你们学到正向力没有问题 硬力就等于P over A 没有什么条件 回须一下你们在 谈Bending Moment 扭力距的时候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 你们才是学过的 承受Bending Moment 这是我们的印象 但你们记不记得 成要力学有个假设 你的节面积一定要对称 节面积不能对称 你们也知道 这公司不能用 那我们现在要告诉各位 实际上 这公司还能用 节面积不对称也能用 只是你要选对坐标轴 第三个 扭力距 更多 更那个 扭力距的时候 你们才有学过的 对不起 你们学到这个公司 可记不记得 课本上强调 这个公司 几个形状 只有一种 一定要圆的 不是圆 圆柱 就是圆 圆动 只要不是圆 这公司不能用 那我们现在要 这边给各位介绍 尖螺手流讯 我们的节面积 没任何限制 也就是我们 制造针 不是指线 结形状的 那Share Force 更好 Share Force 你们才有力学 只告诉我们 只能解薄壁 我们这个没有 我们也是 任何几个形状 都能用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 要介绍的 就是尖螺手流讯 这是跟你们 才有力学上 很大的差异的地方 你们才有力学 给的都是 Special Case 我们这边告诉 而这个呢 不只是告诉各位 尖螺手流讯 什么 因为这是最常用的 并不是我们 最常用的一种 结构件 然后基本上 就这四种东西 那如果 你说 我又是承受 轴向力右 奔定目 怎么办 Super Position 两个答案相加 因为我们都是 在弹性范围 Super Position 理论是可以用的 这里面不只要告诉 各位这些的 尖螺手流什么 很重要的目的是 把这个当作例子 告诉各位 如果是用解析的方法 用笔来解弹性力学的话 我们怎么弄 因为这两 我们不弄电了 我们这两个 都是直接用笔解答案的 这是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所谓的什么叫做 Seven Luxe的 Boundary Condition Nu Luxe的 Boundary Condition 以及 什么是Seven Luxe Problem Boundary Condition